神情皮奧 上集 我們在大舞營 捕獲了許多閃兵器材 華岡演的矽情歌 中部笑話小天后 蝦 半夜同一季八經歷 我搭這個冷靜 舞營操唱小辣椒 還在吃都被人搭擾了 究竟 我們還會遇到什麼神奇的事呢 它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在看完真正的閃兵跳傘任務之後 學員們終於來到閃站營的招牌課程 基本閃營第一面去 特別丁寧 課程全程均有專業教官在旁陪同 小朋友在家切勿輕易嘗試喔 閃站營也特別安排閃教主的教官 為同學講解跳傘的各種奧義 閃訓主教官不只擁有超強的專業 會擁有超高的演織 第一站就是最基礎的跳台側滾 必用身體較為柔軟的部分著地 緩衝在空中著陸的衝擊力 學員們先在草地上完成基本的滾翻動作訓練後 就會站上跳台 模擬在著陸的衝擊下如何正確滾翻 安全著陸 接下來學員們則進行擺動著陸體驗 學員們在完成著裝後 自二樓高度跳下 以擺盪方式進行滾翻 讓學員體驗下降時受鋒力影響的 著陸滾翻動作 經過了跳台側滾與擺動著陸的訓練課程 學員們的想法是 怎麼會想上去跳這個舞 我覺得蠻好玩的 高空的感覺 所以妳本身不怕高 所以妳剛剛在跳台車本的時候做的還蠻大的 那妳剛剛跳出去那一瞬間在想什麼 我覺得好好玩喔 很好玩 很像就是小時候盪秋千不是盪很高 然後再跳出去的那種感覺 就一直想嘗試跳傘這個活動 對 然後就剛好今年有時間 然後就放棉了 這樣子會讓妳增加感到重新的想法 會 因為我本來就有考慮要走的方面 就是覺得重新好像對我蠻適合的 因為我以前報 我讀冥傳之前 那時候報學校 我就報入館 然後只是後來沒去 以後再見也可以 再來是這位能演三道的黃同學 你怎麼會想上去嘗試這個 因為我覺得如果參加這個營隊 沒有上去這個高台 就沒辦法去克服自己 就是給自己一個機會去抵立自己 去挑戰不同沒有試過的挑戰 那你剛剛跳出去那一瞬間 你信任什麼感想 因為我在跳出去那個瞬間 是隔壁 我只聽到隔壁的那個其他的哥哥姐姐在說 就是手放開 然後曲肘 然後彎腿 然後我只聽到這個 他就腦筋一片空白 就想說直接要把這個跳好 走路的時候要右邊去著地 就是沒有其他的腦筋 沒有其他的想法了 沒有你剛剛只這樣 你剛剛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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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胯下的時候 因為整個人是往上拉的 所以那個胯下有一點 硬在那邊 對可能會比較不舒服一點點 喜歡嗎喜歡嗎 喜歡就是沒有試過 啊 發現新大陸 散兵在地面訓最著名的課程 高塔訓練 五層樓34英尺的高度 是人類高度恐懼臨界點 這站挑戰的是學員跳出去的膽識 與動作 跳出機門的一瞬間 是學員們最畏懼的時候 究竟有多少學員能完成這項挑戰 首先 為了幫助Light同學拓展他的演藝事業 我們決定讓他來一段即興VLOG 現在非常的緊張喔 心跳 心跳加速 你懂嗎 真的很緊張 要跳下去了 基於對Light同學的信任 我們還是決定上來拍 先想一下 你的心情 各位 我即將要突破自己了 你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OK 好 下一個就是你了 沒人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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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真的嗎 跟大家大聲說出你名字叫什麼 賴藝財王 準備好了 有沒有信心 沒有 真的嗎 真的嗎 好 準備好 啊 可以不要亂叫我 對 好 來 下面的勾起來好不好 1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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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藝圈超新星 就此誕生 看著學員們紛紛踏出那勇敢的一步 獅同學也不禁開始緊張起來 注意 十招 準備走路 就這樣好了 可以展開一點 專業喊就在這邊 幹嘛 妳現在心情無辱 我很緊張不要煩我 哦 這 你就說你不會怕 走開 你不會說你不會怕 不要 有沒有什麼話要對自己講 我真的很快哭了 有沒有什麼話要對自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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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跳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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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OK啦 獅同學的命運究竟會如何呢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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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嚇到了真的 真的 還想再跳嗎 不要 就下去的那一剎那 特別恐怖 我沒有看 妳沒有看 因為我覺得好恐怖 但他要低頭 嗯 那妳之後我就 我現在已經講不出話了 沒有 有人生跑到跑燈嗎 有有有 一下子 一下子就 走了 好幾下這樣 那妳今天成功 妳有什麼話要對自己講嗎 我就勇敢 就是變 應該變勇敢 我很棒 真的很棒 這位嬌小的紅同學 在訪談過程中 不小心透露了驚人的聲勢 第一次跳啊 對 會不會害怕嗎 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巨高 一點巨高 對 那等一下我先跟著妳 蛤 妳覺得妳會叫多大聲嗎 我應該 因為怕都不會叫 對 妳會哭嗎 妳覺得妳會哭嗎 我不會哭 妳不會哭 對我不會哭 那妳有什麼話想對媽媽講嗎 我阿公從小就跟我說 我會是全村的希望 我今天從那邊跳下來 我就達成這個目標了 於是 全村的希望出發了 好 走 正當紅同學認真檢查裝備 並仔細聆聽教官講解時 突然耳邊傳來陣陣哭聲 妳要哭了 不是嗎 用搭裂 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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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麒麟的尖叫聲 洪同學也開始不安了起來 在跳出去之前 洪同學有話想跟阿公說 不要怕 不要怕 來 身體不要往後 來 手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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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 我是你的驕傲 這位身為軍人兒女的師同學 對於跳出去後 他的態度是 老師的心情如何 好棒喔 就 就 就 很放鬆 很鎮定 趕快 抱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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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起来 勇敢一点 再来跳 不要这样 各位啊 欠边车 聽說路上最強的郭同學 在空中的表現究竟如何 結果你最後跳出來如何 感覺如何 我想說一下子就到底了 結果沒有 怎麼還在空中 當我一個想法 又掉 淡淡的哀傷 經過三天兩夜的軍事洗禮後 詩同學突然有感而發 這三天你覺得收穫最多是什麼 就是學習到了勇敢 就是之前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就覺得說很多事情都不敢去 嘗試的去做 但是因為自從從 高空上海往下跳的那一瞬間 我覺得突然就 體會了到很多就是說人生就是要 勇敢一點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想對那些沒有 還沒有機會來參加營對聯合 我覺得說人生 多多少少都要讓自己去參加一個團體 去融入一個團體 然後去體驗一些新的事情 新的事物 那你能知道自己最高的極限是多少 像我跳出去的那一叉叉雖然很緊張 雖然臉很醜雖然臉很撇 但是就是跳出去了 就是對自己做一個跨越的動作這樣 因為半班幹部都是現役軍的 那你有沒有什麼鼓勵想對 我覺得他們很英勇 我覺得他們好帥這樣 就是覺得說他們可以每天都經歷了這些 而且就覺得說他們每天的訓練都是 應該都是值得的 那最後跟你同批的這句全員 我覺得說很高興的認識你們 還有之後希望有緣的話呢 在下一次的戰鬥營或是在各個地方 能在一起聚在一起 OK好 官方喔 喂 說好的成長呢 陳同學征服了他十倍身高的高塔後 他也與我們分享內心的喜悅 這三天你收獲最多是什麼 應該是跳塔吧 嗯 因為就是很高 然後我跳起來的時候眼睛就是閉著 但是還是覺得很開心 就是自己可以有那種勇氣然後跳出來 那你覺得這三天啊 最好玩的地方 應該就是跟隊服 比較聊天啊互動 然後跟朋友 我覺得這裡的同學就都很好相處這樣 我覺得可以來參加國防部的活動 就是真的很充實很好玩這樣 但而且雖然這次只有三天 但是活動還是安排得很好 就是都讓我們有些很好回憶 就是還是很好玩這樣 今天節奏節訓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對你今天一起一起 今天跟你現在戰鬥營的朋友講 呃 陳駕魚 真的很開心可以 那是好 這樣子 我們一起入境啊 要不然他好像跟空氣在講話 對 你這裡幫我批一個人 哇 謝謝 有剛剛第一幾年不回答 真是成長好夥伴 最後 不免俗的還是要 我們是青年日報 那我們有IG FB Youtube Twitter 然後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追蹤 留言 都可以 讚 讚 結論 明年不來 你會後悔 喔 對了 差點忘記小甜甜 究竟 從回高塔的小甜甜 能不能果斷的跳下去 我跳下去了 不行 快點跳 來 頭皮好 3 2 1 來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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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喜歡青年日報影片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要關注臉書 IG Twitter Flick相簿和Telegram 除了最即時的軍文 還有不定期的抽獎活動喔